好,各位同学,本节课我们把这个Linter这个错误给消除一下 消除的方式其实就是去安装这个Linter的插件 那么Linter有什么用呢 Linter其实是一个语法检测 如果说你的Python代码写的不规范的话 或者是说写的不对的话 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个的红色的波浪线 并且提醒你这样的一个错误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现在的这段代码 我的Linter肯定是不符合Python语法规范的 比如说随便在这里打一些字母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VS Code没有任何的错误提醒 那就显然的是不对的 那如何让它出现这个错误提醒呢 就是需要去安装这个Linter的插件 在以前的VS Code的版本里面 它这个Linter其实就集成在我们之前安装的Python的插件里面 但是现在新版本的Python里面 应该是没有这个Linter的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再单独的安装 好 那么最简单的方式 大家可以试一下 并不一定能一次能成功 这个地方它既然提示我们有install 对吧 DisablePyLinter 还有DisableLinting 那么我们如果要用这个插件的话 那么我们就点击这样的一个install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直接点击install的话 就可能会出现一个 There is no pop installer available 那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当前这里是Python2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证 当前VS Code所调用的Python的版本 确实是3.6的 不能够用2.7来安装 如果你用2.7来安装 这里一定是会爆错的 那切换的方式呢 我之前说过了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然后改成3.6.5 好 我们切换到3.6.5了之后 这个时候再点击一下install VS Code会自动去帮你去安装 这个Lint 我这里已经把Lint安装了 所以说这个步骤是比较快的 如果说你没有安装Lint的话 那么这个下载安装的过程呢 还是有一些长的 这个呢就是使用 这个VS Code自动帮你安装这个Lint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愈发检测了 我们把那个警号给去掉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个地方就PyLint了 对不对 好 那大家看我呢 是成功的安装了 但是你在去安装的时候呢 可能还是会存在不成功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所以说我们需要呢 把这个安装Lint的基本原理啊 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不可能呢 把我的环境复制给你 每个人的环境都是不同的 你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是我从来都没有遇到的 每个人的问题呢 也都可能不同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 把基本的原理呢 给大家呢来说一下 大家呢再进一步的去分析一下啊 那首先呢 还是我所说的啊 你要能够让VSCode成功 安装这个Lint插件的话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让VSCode啊 它所调用的Python的版本 就是这个3.6的版本 这个是最关键的 如果说VSCode找不到 这个Python3.6的话 它肯定的是无法安装成功的 这一点呢是最关键的因素 那么如果说你出现 安装失败的情况 那么你首先呢 必须呢到我们 VSCode的配置文件里面 去看一下 当前VSCode 它所调用的Python的路径 是否正确啊 大家好好的理解一下 我说了这句话 那么VSCode的配置文件 在哪里呢 我们其实呢可以看到这里啊 VSCode的默认给我们 生成了一个Sightings.json 所有的用户相关的配置 都是在这个Sightings.json里出现的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里呢有很多的啊 这样的一些配置项啊 我们可以呢简单的看一下 如何修改配置 比如说当前默认的这个字体的大小呢 是12都不对 如果说我们想要字体变大一点啊 你看它现在是这么大 我呢可以啊搜索Funt Size 定位到这个修改箱这里来 然后呢我们点击左边的这个笔 编辑复制到设置 然后我们需要呢在右侧这里修改啊 你看看它默认的是12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大一点啊 我们把它改成18 改完之后呢保存一下 你会发现啊 整个的字体呢就变大了 这边的字体呢也变大了 那我们这里呢常规情络下面呢 还是用14号字 好这个呢是如何在这个VSCode里面啊 进行配置 那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说的是啊 你如果说你在安装Lint的时候 出现错误的话 你必须呢找到这个配置项 PythonPythonPath 你看一下它后面的这个目录啊 是否是你安装的这个3.6的目录 我这里呢是User Local Beam Python 3.6 如果说这个不对的话 你需要呢在这个地方把它指向 正确的Python3.6的目录 如果说这里指向正确的话 你再去安装Lint的时候 一般来说的话是不会再有问题了 关键就是要让VSCode 正确的调用这个3.6 好很多同学的这个Sightings 4.6可能不会直接出现在我们的资源管理器里啊 那怎么把这个东西给调出来呢 一个呢是大家呢可以通过这里的点击切换啊 你切换一下之后的话 VSCode是会给你自动生成一个Sighting.json的 另外一个方式啊 大家呢也不需要直接在这里点这个东西啊 菜单这里就有啊 首选项这里就有设置啊 你点一下 它就会把这个设置文件呢给你弄出来了 大家呢就在这里设置就好了 好 因为这个Lintel插件的配置的问题啊 很多同学问的特别多啊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Lintel啊 就是这个语法检测 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的话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因为呢它确实可以提示我们一些啊 语法不规范的一些情况啊 你比如说呢 我这样写的话 它同样是一个print语句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print语句啊 虽然说和上面的print语句是一样的 但是有因为呢你前面啊 多了一个tap 所以说呢它也会提示你这样的一个错误啊 所以说我觉得呢 对于我们新手编写这个Python来说 语法检测还是很重要的啊 而且呢我们在安装了一系列的插件了之后啊 还有一些智能感知 比如说我们之前学到了这个ord啊 对不对 然后呢你按括号 它会给你一个啊 说明这就是智能感知啊 把这些东西弄好 我们编写Python代码的效率呢 会大大的提高啊 好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这一课呢是特意呢 给大家呢重录和补录的啊 这一课呢是特意呢 是特意呢